慕连瑶准备将自己的刺绣针法都传授出去的消息 不多时便在金明成传了个遍 来报名学习的人几乎将迷云房的门槛踏平了 金妇人得知后很是激动 传授刺绣手艺一旦成功 可就让金明成女子多了一项立身本领 这是多大的一份政绩啊 这位名谋生的大功劳有一大半 可就记在了他父亲曹岳年的头上 但同时这番举动也会掀起大波澜 甚至会因为触动了别人的利益 让他自己陷于危险之中 于恒丹佑的开口询问 王爷我们可要出手帮一下慕姑娘 毕竟做的是利于百姓的善事 以后翻出来就是可以博取名声的功绩 不必越往眼中性味更浓 他要看看慕云瑶到底有几分本领 你派人多关注一下曹岳年即可 他为了政绩一定不会让此事出岔子的 一晃半个月 锦绣园进度洗人在秦管室的监工下 工人的活作得又快又好 短短时间许多地方都已经出建规模 院子装修风格是慕云瑶设计的 秦管室看着聪慧的沐云瑶 是越看越喜欢越看越满意 就是自家那傻小子这么久了 怎么就没个动静啊 秦管室脑瓜子一转突然灵光一闪 沐姑娘四爷说了 若你有什么事可以写信告诉他 沐云瑶一愣不由地仔细琢磨起秦管室的话来 写信月王难道是不放心自己 怕自己摊墨了他的产业 所以才让他不时地汇报情况吗 若是这样的话为了让他安心 这信还是要写一些的 思索片刻对秦管室笑道 是今后定然是场写信 让四爷也能明晓锦绣源的状况 尽管是眼中满是笑意 四爷收到姑娘的信定然极为高兴 虽然有些擅作主张 但以后四爷定然会感谢自己的 沐云瑶刚回到霓云房不久 便看到金夫人带着银红走了进来 云瑶谢谢你 多余的话我也不多说 听说你要开茶庄 这份礼物就当做是我的贺礼了 金夫人说着 身后的银红拿了一个小盒子出来 神色恭敬地递给沐云瑶 沐云瑶打开盒子 里面只有薄薄的一张纸 沐云瑶神似一惊 里面是一个地契 二十亩茶园还是上等的 沐云瑶连忙将地契递了过去 出声推剧 夫人这份礼物太贵重了 我真是不能收 云瑶我送给你的到底价值有限 可你送给我的 却是无形之中 许多人追求多年而不得的 价值不可估量 更急不上你送我们的万一 你若是再要推辞 我可就真的生气了 沐云瑶微微敏扯 而后释然一笑 那我就收下了多谢金夫人 金夫人脸上立刻戴上了笑意 这才对马 行了知道你最近事情忙 我就先走了 夜棒沐云瑶看了一会儿锦绣员的图纸 外面忽然起了风 将窗扇吹开 眨眼的功夫便下起雨 六两关好了各处的窗户 正要起身下楼 就听到骤然响起的脚步声 看清来者沐云瑶心中一惊 站在门口的人影已经全身湿透 正式宣服使夫人丁月兰 她的脸色极为苍白 比之上次雨夜还不如 僵硬地露出一丝微笑 雨夜上门韬嚷木姑娘了 夫人快些进来 穆玲瑶将丁月兰扶进门 丁月兰声音浅然 我实在没有可去的地方 唯独你这里不会交我拒之门外 穆玲瑶吩咐是你被了热水 让丁月兰目语驱寒 拿出了上次丁月兰留在这里的那身红衣 我思来想去 还是觉得这身衣服最衬夫人 丁月兰看着那身 在夜晚依旧显得赤裂耀眼的衣裙 只觉得眼眶发热 你说得不错 我也觉得这身衣裳最衬我 她想要活得肆意傲然 如今哪怕是被踩入污泥之中 也不能扔掉身上的傲骨 因为有些东西一旦丢了 就再也难以找回